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排龙原理写的这样子竟然会对 真的两边都一样吗 那其实做这个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去检查 一一检查法 这叫一一检查法 我们先挑一个东西 它是属于左边的 属于左边的表示说 它不在ABC里面 所以在左边这里面被数了一次 可是在右边的这四项里面呢 这里有四项 我们把分成四类 第一项里面有出现 因为它S就是全部 那有出现 接着在这个括号里面都没出现 因为它不属于ABC 所以在这个括号当然也都没出现 这里都没出现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 左边是1 右边就是1-0加0-0就是1 所以第一种类别是这样子 当然是左右相等 那第二个类别呢 是说如果它在三个里面都出现 就是左边 左边是0 那右是呢 右是的话就这里是1 三个都出现 这里减掉三个了 三个都出现 所以这个每一项都有 就加了三个 再减掉这三个 这几个 这是0 那么今天如果是只出现两个 不出现在第三个 不出现在第三个 就加了这8就不出现第三个 那么左边还是没出现 那右边呢 对右边就是这个有 这个出现两个 所以这里是2 然后接着出现两个 例如说可能出现在AB里面 这里是1 这里是0 所以这样子就得到这个 那第四类就是出现一个 那这两个都没有的 那这样子也会变成是那个 就是 就是1减 这是1 这是1 那这边是00 所以三个的情况其实一样 四个五个六个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利用这检查法 所以整个Piron原理的证明精神 其实都是在用这个 就是说 1减1的n次方 其实它的二项是展开 二项是展开 所以这样子就会让它变成 左边跟右边到底有没有一样 这是Piron原理的精神 就是如此